我不管坐在哪裡 我都一定要讓她知道 我有到現場 因為我都會站起來 讓她大喊 張小姐 張小姐 你是呂先生嗎 寄個名字 她沒親手做的考驗給我 真的假的 生日快樂 呂先生超級有名的 雙投麗 呂先生 在妹姐演唱會都會出現 是 你喜歡張惠妹 喜歡阿妹跟SOS 大小S 你是新聞也會收集嗎 新聞我一定要簡報 我們那年代一定要簡報 然後什麼新聞一定要追 從追到他們從單身 到生小孩 到 到 到結婚 對 整個就是 是嗎 你會上去罵那個汪曉飛嗎 我覺得是他們的家務是不管 我愛他們兩個就好了 這個好 這個講到 我支持的是他們 好健康喔 這個才是健康嘛 他們的才華 太棒了 20年了有沒有看到 但是像你這樣追兩團 張惠妹跟大小S 如果他們兩個剛好都 同時辦演唱會 每一個演唱會 我當然要去大小S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們唱歌沒有很好聽 沒有啦 就是喜歡 因為他們的演唱會 不是走好聽路線 他們是走 就是他們真心好笑 而且比較不常伴 對 妹姐常常伴 所以妹姐常伴 所以我們都熟了 所以都會去 如果真心好笑的話 那應該是看我的演唱會 對 我有去參加過你的簽唱會 你有來是嗎 我有去過 很難過 我覺得有點面熟 眼熟了 對 那個有追大小S跟阿妹 然後因為SOS的時候就是 我們追到已經很熟 因為每天放學 一定要去百分百樓下 因為那是Live的節目 可以看到他們上去 又可以看到他們下來 然後已經熟到 就是小S結婚的時候 他們的喜餅 喜餅跟謝卡都有 真的 還保存著 還保存著 對 都沒吃 這個餅過期了吧 早就過期了 決定20幾年了 要不然給Amenta帶回去 應該 應該會變減肥茶了 對啊 再來就是阿妹 就是她只要去演唱會 然後到海外微微去 但是我不管坐在哪裡 我都一定要讓她知道 我有到現場 因為我都會站起來 然後在就是talking的時候 跟她大喊 張小姐 然後她就會說 是傳說中的雙口呂先生 張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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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聽他們很熟悉的張小姐 張小姐 怎麼還要來 張小姐 欸 你是女先生嗎 欸 你嗎 真的 記得名字 天啊 7年後我又等到你了 真的喔 我去 你怎麼沒有選到你來唱呢 你有報名嗎 有 我啊 我啊 唱得不夠好嗎 她還是唱 欸 你不是每一次都會有一句什麼 很兇的東西 啊 這個世界需要愛 我們的世界需要 張 會 妹 這一句 我覺得 視為已經變成了 阿妹演唱會當中的一個環節 對 我們會挑選你 就是 而且每個粉絲 每次只要到了現場 然後看到我說 呂先生 你今天要講什麼嗎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不是想 預先會想好 我就是現場給我的靈感 感覺 進去到那個演唱會的會場 然後聽著她唱的歌 然後她想說的主題 然後我會有感而發想要說出來 然後錄影的時候 這是她寫的 阿妹親手做的靠片給我 真的假的 還祝我減肥成功 好可愛喔 減肥成功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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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